人口最多400萬市民的地方 相對來講 我們的醫療資源是相對有限 在偏鄉地區更是各位大家的愛心跟努力 給我們偏鄉獲得非常多的照顧 車育民 臺北及醫院主任 第六個醫療公約中 今年總共有25個醫師領案的中 台北主治病醫提到三項中 包括醫療特殊奉獻 教育研究 也有醫師特殊奉獻獻 副醫長張恆家在醫生30年來 到處心中中醫療 因為醫病關係在醫生 可以為別人付出多少 我們在搶救病人的過程裡面 主角不是醫生 主角是病人 我們只是盡我們的能力 這是我們在實踐上人講的感恩尊重愛 只看台北人 動作親人的精神也不夠 因應不斷進步的醫療科技 在到醫療教育研究中的科育人 這幾年來 帶到團隊研究臨獻的個案 不僅有學術的貢獻 更期待可以提升醫療的品質 共同研究人員他們其實大概有些人跟我合作大概有將近20年了 都能夠互相幫忙 互相協助這樣 那才能整個有效推動整個研究 我們會跟著醫院出去抑診 那也有的是社區直接找營養師出去做演講 直接找營養師出去關懷 那這個只要我們在時間上許可 我們一定去一起幫忙大家這樣 學員盡快的新疊師 有這群醫護人員建修工具 到立在地的醫療教育 才能讓醫療關係更有品質 帶來新聞 呂思萱 李建寬 帶來報告